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HELLO MACKY的频道 今天呢,你可以看到MACKY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Hobonichi的开箱 OK,我现在本人有一点太过兴奋 所以我要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HELLO MACKY 觉得Hobonichi呢,今年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一年 觉得说我是第一年入这个Hobonichi的坑 他让我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就要入坑 为什么他会那么吸引我呢? 第一,其实Hobonichi呢,是在这个首帐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 好,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吧 我现在真的很期待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都尽量不要打开这些包装 因为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原汁原味的东西 什么东西? OK,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我跟你说,我其实在网路上面 在社团上面都没有看到大家分享 其实官网上面也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呢,是土星先生 这个呢,你看到吗? 是当小偷的土星先生吗? 好可爱哦! 这里也有一个小偷 小偷,小兔崽子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收纳包 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是立刻买他的 那里面他装着是什么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当然他的拉链非常的滑顺 然后你这样打开呢 就是我的刚新入手的这个 INSTAX的相片影印机 他还可以多放一个补充妆这样 他里面是这样子的 里面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小口袋 当时我一看到他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天哪!这也太适合 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了吧 因为我之前买的时候 我一直很怕我会刮伤 他好像没有卖保护膜 如果有谁知道这个有卖保护膜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给我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容易被我刮伤 你看到吗 我都还没有真的使用 他就已经快要被我刮伤得很急 所以看到的时候 我就立刻买这个保护套给他 然后非常的适合 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说硬硬把它塞进去试试看 没有想到刚刚好诶 也不会说太紧 这里有两个这个小洞嘛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小包 带出门也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我就是先把它拿来装这个 我是觉得说我买到它很开心 因为它太可爱了 而且图星呢是我的幸运星 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这个呢我是在东京的Tobichi总店那边买到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谁在那边的话呢 可能可以帮大家团购一下吧 这个东西真是太可爱 下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今年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拉链包 老实说这个应该是A5的size 这是在银座的LOVE买的 一开始呢我看到网路上面 他们都是放照片是放绿色的嘛 绿色那个我真的觉得 有一点马来人的感觉 我没有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这个灰色啊我越看越喜欢 当我看到食品的时候你看 它打开来里面是蓝色的 所以我看到里面的时候就立刻就拿了 因为它真的是太可爱了 先给你看哦 我做影片了我可以把包装拆掉了 还有这个小蝴蝶结太可爱了吧 它的这个皮革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像LV的那个皮革一样 它会慢慢的变深的颜色 可是它这个皮革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我觉得它够大 你拉的时候呢是蛮好拉的 而且它的拉链非常的滑顺 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点伤脑筋 它来的时候它的整个打开是这样子 看到吗 我真的要用广角镜 不然大家都看不到 它里面又附送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呢是这里缝上去的 所以你是不能拿下来的 这里拆开呢它是这样一个长方形 一个三角形的 这个蓝呢我觉得是蛮接近 蛮真实的这个颜色 就是这种蓝 这个蓝真的很漂亮 就是灰蓝 太美了 如果是灰粉 可能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漂亮 这个灰蓝真的很漂亮 我有发现它的皮革很软 我是在社团上面 听说今年 他们觉得今年的皮革有变软 我是不太确定啦 可是我是觉得说是真的蛮柔软的 它这边是有一格 可以给你放东西 这个呢就是放酥的吧 这个呢是深到这边来哦 很深 这个呢是到这边 我觉得它装东西来说是蛮大方的 你可以装很多东西 然后这里可能可以放一些纸胶带的分装片 然后这个可能是放小支的笔吧 卡槽都还蛮厉害的 这里呢 还有给的是这一个 Hobonichi的lifebook 2018年 这个是使用手册吧 怎么照顾这个皮革 跟外面的那个包装 我应该会收写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Hobonichi的这个小logo 这里呢是一个网带 它这边呢也有一个这个隔层 可以给你放那个书进去的 这里呢我觉得是有点麻烦 它是这样打开的 然后它完全没有拉链 它就是这样拉开 然后这样打开 我觉得一直这样的话 其实长期来说 这些绳子应该会脱线吧 到时候就再看这个要放什么咯 最喜欢的是这里 这里呢这样打开呢 它这边是这样的 你看到吗 它是这里是全皮革的哦 非常非常的滑 这里也是皮革 超滑的啦 我觉得就这里可以塞很多的纸张 或者是一整张的纸 你也可以塞在这里 有点类似一个超大的浅包 很漂亮 好 那就是这样子 前面跟后面 我是觉得啦 它稍微这里呢 有一点 我不懂是车线的关系吗 它是故意做成这样吗 它不是很平均 所以你看这里特别的大 我还是很喜欢远 看是看不出来就很大 现在我这样看得出来 可是它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 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它有多好拉 你看到吗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它很好拉 它完全没有卡卡的问题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拉链 因为你看哦 当我拉过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拉链的这个拉带 是很厚的 看到吗 它是宽版的 宽版的 所以就是说 即使你这个稍微的爆本 这个是一整年的哦 大本的 它还是关的起来 你看到吗 这样它已经是非常的轻松了 可是你即使稍微的爆本 它还是可以关的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质感来说 还是非常的棒的 像它旁边的车线呢 也是蛮牢固的 在love买呢 其实有一个 我不能说好或不好 就是反正你买的所有的外皮 你都一定要买它的那个本体 就是你买这个的时候 它其实里面就已经有这个了 所以你是这样买一份的价钱 我是没有去看说 它有没有比较便宜 如果你没有想要买 本体跟这个书一起买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在网路上面购买 或者是到东京 他们的本店那边 Tobichi那边 才有得到只买外皮 我很喜欢的这个Mermaid Cover 美人鱼的外皮 这种绒布吗 这种布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舒服 冬天摸这个一定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呢 很适合我那些经常旅行的人 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资料啊 卡片啊什么都放在这里 或者是你把你的笔 然后很多的素材 全部都塞在这里 然后你就这样一包 就可以出门了 我觉得把素材带在身边 出国呢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不一定需要很多 所以这个可以算是旅行用的素材包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那我们先来打开他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吗 他这里写第一位 他在LOVE已经连续13年哦 都拿到第一名 非常非常的巧 这是大本的 他这个就是很普通 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感觉 这是非常浅的 HOBONICHI呢 他就是有名 他打开来呢 他是可以完全平躺 你看到吗 这是新的耶 完全不用这样凹哦 我一这样打开 他很轻松的就是平放 很轻松 一日一夜 一天呢 你就是一面这样 一天一面 2018年一整年都在这里了 好那里面呢 他有这个LIFE BOOK 应该是每个外皮他都有附的 你看到吗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HOBONICHI的东西 然后他就有跟你介绍咯 HOBONICHI 今年的他们的画画都好可爱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打开 然后后面他有跟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他的官网上面呢 有英文版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上网看看 他有给OVERSEA的Customer 做一个Hobonichiplanner.com 这样子打开 就所有的卡通人物 超可爱的 大家喜欢哪一个呢 这个好可爱哦 还有一个吃东西吃到整个嘴巴 就是不同的人都需要Hobonichi啦 狗狗身上背一个 太空人也要手上拿一个 圣诞老人也有一个 大家都有一本Hobonichi 这个是我在Tobichi那边呢 才买到的 然后那时候呢 你要买这个呢 你一定要买本体才有这个特点 外皮是没有特点的 你只有买本体才有特点 所以当时我就免为其难的拿多了一本 因为刚才我已经有一本了嘛 所以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再买这一本 可是因为我为了它 所以我就再拿了这个 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这个不是Step 它不是那个熊熊的 我拿到的是钥匙的 有点后悔 因为我其实要买熊熊的那个外皮 觉得好可惜哦 我选择的是英文 English Language的 2018年的 我虽然觉得日语的也很棒 可是我看不懂你知道 所以就是它的钥匙 然后它介绍Hobonichi的planner给我们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一般呢它后面它都有跟你讲 你选的里面 它看起来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在那边不能打开嘛 它这个外皮啊我觉得很漂亮 我很喜欢它这个外皮 你这样打开就可以 全部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里面的那个功夫真的很强 英文版的呢 这是日语版的 你想知道它下面的quote是写什么 可是你就会看不懂 因为它是日语 它稍微跟日语版的那个排版是不太一样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想说就可以拿来记录不同的东西 然后这里有写一个Hobo 是金色的字 2018年 日语的手杖就是写手杖哦 很很特别吧 或者是叫detro 它这个特点呢 我很有兴趣 那个快打开来试试看啊 它很好耶 它包起来 这里还在包起来 这个就是你今天不知道要吃什么 你就丢这个 然后就根据它丢的来吃 这样 它上面呢还有写 它有什么鸡啊 牛啊 蔬菜啊 蛮可爱的这个 这个我应该会收起来 哎为了这个特点呀 我买了那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的行销真的很厉害 然后它真的就是一个这个 你就可以这样 看一下 我今天要吃什么 这是猪肉 蛤 烘焙猪肉 这要怎么烘焙猪肉吃呢 应该只有蛋糕不是吗 烧 所以是烧肉的意思吗 我们烧肉是叫roasted哦 好吧 你知道 日本 OK 据说每一年特点的笔呢 都不一样 颜色 那今年的是黄色 大家都说这个笔很好写 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来试写看看 它是三色笔 红色 蓝色 黑色 我们用黑色的写好了 蛮好写的耶 真的很好写 天哪 我怎么只有一只 这次笔真的很让我惊讶 它比想象中的好写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它那么好写哦 天哪 我现在好后悔哦 我只有一只 非常值得拥有哦 这个就是我在Hobo Niche的总店买的外皮 我看到这个外皮的时候呢 我真的觉得它很可爱 很装逼 就是 可以很假装自己很文青的那种感觉 LOVE那边买这样一本 然后跟那本书呢 是没有特点的 只是没有那支笔的 所以呢我就是跑到那个总店那边 去把这个外皮买 然后它外皮就是非常的柔软 小本的这个 它后面是这样子 你后面可以装东西的 这个是类似帆布的材质 比较粗的帆布的材质 这两个东西呢 是这样子 当你里面有书的时候呢 你这样子关起来 把这个笔啊 两个一起插进去 两个一起插进去 这样子 你这个书呢 就打不开了 你看到吗 你就是可以把它关起来 诶 蛮配的诶 这支笔跟这个 好漂亮哦 可以看到 它这里呢 是印刷上去的 不过它印刷的那个东西呢 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这个小鸟啊 我很喜欢很喜欢 本就是要装文青的时候用的 真的很漂亮 里面呢 它也是一样 有时候普通旅行 小旅行 或者是当钱包用 我觉得蛮强的 可以放卡槽 这个就是放 放那个书嘛 这是它的小缎带 它缎带的颜色 我也超喜欢的 它缎带真的很可爱 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卡槽 两个槽 这里可以放东西 这个 跟这个合作的这个作家 因为每一年 Hobo Niche 就会跟不同的画家 插画家 或者是一些品牌合作 那他们就会把名字 放在某一个地方 我应该会搭配着来用吧 我们现在就试试看 小本的应该比较好示范 那我们要怎么放呢 就是这样 蛮强的 本来我是想要用这个 这个是一分之一小本的不完美笔记本 就是台湾港笔联盟 他们特有的一个不完美笔记本 那它里面是这样子 当时我是觉得它的size呢 是刚好可以夹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我真的完全就是看中它的外皮而已 大家明白吗 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这里夹一本 这里夹一本 你可以夹两本 就是好像tn这样 你可以夹两本在这里 我们很喜欢这个颜色 所以我跟Giant一人一本 我们试试看 就这样两本 你可以这样 哦好酷哦 刚刚好耶 真的很刚好 就两本已经很刚好了 当然如果爆本就不行了 我觉得 可是放两本是可以 是OK的 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新的玩法 当然你要放什么 同样的size的书都可以 这个就是LOVE的特点 我已经打开了 因为我来一些给我的朋友 那它里面主要就是有 它里面呢都是特别为了 Hobonichi而做的这个设计 都是Hobonichi的那个 Planner的设计 这个都是那些Planner 这个是首帐 Hobonichi的日文的名字 味道如何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吃 因为其他老师先给我的朋友 那我舍不舍得吃呢 我不知道 可能之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它好报纸 这一个呢 是我在Hobonichi的本店那边 买到的这个品牌 粗的这个刺繡贴 我觉得这个猫咪 跟这个东西很可爱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就买了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吃袖帖吧 这个是大概1350Yen 要加税哦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在一个店里面的话 可以买 因为它很多很多的选择 可能可以贴在你的外皮上面啊 真的很适合很漂亮 下一个呢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很特别的 是限定版 合作版的Hobonichi 然后它是跟台东Game Center 跟他们合作的 这个为什么叫Wix呢 因为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礼拜一面 这里可以给你记录东西 这里可以给你记录当天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呢我觉得用来工作是很好的 其实我当时在Hobonichi 跟那个Tobichi的本店 跟Love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我都没有想要买 因为我在用Traveler Notebook 我在用旅人笔记嘛 所以我就没有买他们 可是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实在是受不了 太可爱了 太对我的胃了 所以我就买了 这是一个星空 然后就是有一个太空侵略者 它里面是很漂亮的 偏粉的红色 上面都是这些小卡通 超可爱的 后面也是 它前面呢是有这样一整个月 它有给你写东西 然后这个是一个Wix的 在后面呢 它有一些平面 可以给你写 在这里呢 有一百个 今年要做的事情吧 你就可以写在这里 今年有什么事情要做啊 你都可以写在这里 这个是它24个节气 日本的节日 它都写在这里 我记得有印象是说 哪个地方好吃的东西吧 所以 如果看得懂日语的朋友 就好咯 然后这个是教我们 怎么样放松拉筋 好特别啊 基本的放松跟拉筋 这个是教我们世界的语言 比如说哈喽 有六个国家怎么念哈喽 可是它教怎么念 是用日语教 就是大家可以当一个参考 好特别 可是 这我不太确定是什么 就是 非常时期 避难的时候要用的东西 好像是 好特别 然后这个是 年龄 哪一年就多少岁吗 然后单位换算表 然后国家的名字 这是什么啊 这是联络簿 联络资料 个人资料 然后还有他们Hobonichi的那个SNS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觉得超好的 当时我买的时候呢 我的妈妈很喜欢 所以我现在跟妈妈有摸女本 它这个红跟黑很可爱吧 好喜欢哦 它里面附的呢 也有这个Livebook 还有 它有附这个 这是 看不懂 然后要附这个贴纸 超可爱的贴纸吧 Space Invader 大家都有玩过这个游戏吧 这个游戏 对啊 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有玩过 这就是我的Hobonichi Wix Tobishi它有卖KITA的这一个纸胶带 这纸胶带呢 很特别哦 我觉得为什么它会在本店会有卖这个呢 我不太确定这个本来是不是就是Hobonichi出的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纸胶带 可以看到吗 它就是纸胶带 好吗 你就是可以这样折起来 就是这样关起来 就可以放在这里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Hobonichi里面 平常你要用 你就是可以打开来用 看到吗 它是纸胶带 很像贴纸的纸胶带 很酷吧 其实它没有烧到我 它烧到我的就是这一款 因为它可以写字 你明白吗 其他的都是很多很可爱的纸胶带 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这个东西是蛮实用的 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便利贴吧 马戏团的便利贴 很可爱 我觉得很可爱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这个独角兽 我觉得这里可以写东西很可爱 所以我就买了 很简单 就是这样 这个呢 也是我唯一拿的一个贴纸 这是它经典的贴纸 我觉得这种怪怪的东西就超可爱的 它也是有一些英文 比如说That's right 然后它又有一些亮亮的银色的画边 所以它就烧到我了 我就买了 下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在总店才有的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很可爱 这个东西在LOCK是没有的哦 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很漂亮 它是好像一个小袋子 小包 可是它其实没有用 它就是一个造型 它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所有的那个很特别的纸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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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羡慕我吧 哈哈 我好坏哦 可是这个真的很美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立刻拿了 太美了这个 下一个这个呢 是这两个我都是在LOVE那边买的 这个很特别哦 它是一个文件夹 不过是小型的文件夹 其实它很多样式 可是我就选了这三个 这个是一个北极熊 大家知道我喜欢北极熊吧 然后是小松鼠跟这个是羊驼 叫草泥马 对吗 很可爱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可以放你的素材 所以可爱的东西 没有什么免疫能力 后面它是有跟你说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还蛮可爱的 而且它还400Yen 太便宜了 下一个是这一个 因为我发现我有很多 不完美笔记本 才选了这个size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电板 为什么呢 你看到吗 它这里还有放today 当你用这一些本体的时候 因为它很薄嘛 当你放在这里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样放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后面 它就会变得比较硬一点 比较好写 这样子它上面还有放today 你就可以这样子打开 我觉得呢 这么薄的纸 有这样子的东西 绝对会增加它的好写的程度 不会把写的字印到后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大家想要拿来这个 拿这本书来写日记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不一定要买他们家的 其实很多品牌都有 可是他们家就有出 Wix的有大中小的都有 这就是它的电板 下一个呢 是这个外皮 这个外皮呢 是给Wix的 其实我买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要放这个的 当时我纯粹是真的是因为 它的外貌 买的 大家没有看到它外貌的多可爱 它是伦敦的啦 当时买它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过会买它哦 可是我觉得它实在太可爱了 它是怎么样放的呢 其实这个好像也是可以这样 那我看光我上面都教大家要放 买咯 这样子 然后上来可以 有些Wix啊它的 诶 真的很可爱 超可爱的 所以你就可以买这个来包装这样 它也有全透明的 那你放照片就可以看到你自己 就好像一个电话壳 你想换壳的时候就换这样 我觉得蛮可爱的 好幸远那天我有买 我觉得好可爱哦 好喜欢哦 它这里还有一个 这样子的夾层 这里还可以放笔 然后这个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里的 可以放纸胶袋的 这里可以拆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 可以要硬硬压开吗 我先不压好了 这就是它的外包装 超可爱的 那分享完在店里面买的东西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官网买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去日本 我还要在官网上面买东西呢 因为你看到吗 这是2017年的 就是2017年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外皮 我就先打开给大家看 我觉得我收到这个粉红色的这个盒子 我真的很喜欢 实在是太可爱了 然后这里有它的一个裤子 尽量给大家看 如果这样子打开呢 哒哒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买的是这个 我买的是一个透明的外皮 跟这个 乌克兰的花的这个外皮 我觉得它太烧了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买其他外皮 然后呢 我在官网上面其实没有看到很喜欢的外皮 我很喜欢刺繡风嘛 然后它里面还有附送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 这是明信片吗 是诶 是明信片诶 好美哦 就是 这样子吧 很漂亮 很漂亮 你这样打开呢 它连里面这两个钻带 它也有放包装 这个真的很美 因为你看它这个下面是小流鼠 超美的吧 它里面跟刚才那个小本的一模一样 然后后面也是有一个夹层 后面的夹层呢 里面是棕色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多漂亮 它的刺繡 真的很美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买 我一定要买 所以我就先在9月1号以前 就在官网上下定这个东西 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欢 这是它的size的外皮 它是长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会担心会把它弄脏 有些人是没有买这个 就看你自己家虫保护它 透明一套子放进去的时候 它就变成这样 那这里呢 它很贴心的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外皮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后面的这个袋子 那你可以这样管起来 东西也不会掉 很贴心吧 专门为它们品牌的外皮而做的这个 外皮的外皮 是这样讲吗 然后注意是它的这个笔袋的这个啊 是塞不进去的 它是没有冻出来的 没有冻出来的 所以是要这样子放 觉得有放上去 拍照也是还蛮好看的 你看我这样多外皮 到底是干嘛呢 我跟你说 像我这种个性 就不可能一整年都只用一个外皮 我肯定就是换来换去 或者是 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可以收藏 我就是一个外貌协会 我知道 它就是很美嘛 你就是让我买嘛 我已经买了 真的很美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它有多可爱 我不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外皮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大 这是2018年的 然后我非常的幸运拿到两个颜色 赶快打开给大家看 这个呢很可爱 你看它的词有日语跟英文的 Don't just reach for a bandage 365 days is plenty of time to fix things up right 其实它包得很简陋 它没有给我特别的东西 这个就是它来的时候就这样 它就只有给我的东西 不同人包装东西就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网络上面 大家都还有可能是一些宣传单啊 我觉得那些宣传单都蛮可爱 大家看到那盒 应该知道我买的是一个特别版的东西 然后我买的就是它没有错 这是小熊 是念staff吗 staff 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外皮 它还有出这个熊 可是这个熊实在是太高价了 暂时我刚入坑 我觉得我还不明白它的价值 我在网络上面是有看人家说 这个品牌的小熊 三十年了 它都保持一样那么漂亮 品质非常非常的棒 可能以后我会入手一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今天我是没有买咯 其实还有出这样子的小包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就也没买 这是小熊的屁屁 它非常简单 它其实就是来这样子 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一个包装袋 然后它这样子打开 它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超可爱的吧 这里有两个熊 看到吗 两个小熊 这里有它的staff的logo 然后hoponishi 还有staff 为什么啊 这里放207啊 是它207制造出来的吗 这里还有它的care booklet 它的那个排版就不太一样 它的卡槽是在这里 然后书本是放在这边里面 现在还有多一层 多一格给你用 这里呢它是可以完全穿过去的 然后外皮非常非常的柔软 它这边呢这个钉子呢 是给你夹的这个呢 它就是很简单 你这样子摸呢是很滑顺的 你这样子它就是毛会给你撸起来 毛会给你撸起来 所以你要这样子顺它的毛摸 很美吧 这毛非常非常的软 我当时看现场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烧了 真的很漂亮 我喜欢的元素都在里面的 毛啊 然后软皮革啊 我喜欢软皮革 真的是我的天菜的材料之一 我又看到人家分享说 它的熊放了30年都很漂亮 当时就想说 好我就要买你了 超无聊的 它的熊熊上面都有这个小缎带 我记得 相信这个小熊应该是蛮有名气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搜寻看看 这些就是我所有的外皮啦 十月的那个黑鸟外皮真的非常的烧 不过 我觉得我买的外皮也买够了 所以暂时这些就是我现在的收藏了 介绍完这一些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它本店的时候呢 有拿了这一些 这个呢 其实在love 它也有附 我们来看中文的好了 它叫迎新手册 里面就会有跟你介绍 后不你取这个品牌 怎么样使用它 为这个品牌做介绍 所以你不用担心 日语你看不懂 它已经16年了 它由一开始第一年的 一万两千本 每一年都一直在增加 增加到2016年的时候 是60亿万本 2017年的时候还正在热卖中 根据他们的IG 是超过66万本 还蛮厉害 蛮强的 这个是Hobonichi 这个粉红色的盒子里面附送的 觉得很可爱 可以拿来当书签 这个呢是它店里面的卡 店里面的店章呢也是这个 这个是Tobichi京都的名片 这个是Tobichi东京的名片 这个兔子啊 一个是关眼睛 一个是开眼睛 好可爱喔 两个都是耶 一个关眼睛 一个开眼睛 在东京啊 它电一跟电二 其实离得很近 中间隔一段小小的路而已 就是你走过去就到了 新款的东西都在这一间 旧款的你在这里都还可以买得到 推荐两间都可以去逛逛看 这个是它桌子上面有的东西 跟猫猫狗狗有关 我就是把所有可以带回家的东西都拿了 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什么 就带了两个回来 因为我想说如果有人想要的话 我可以给它 这就是我所有的Hobonichi的分享啊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心情很开心 想要跟大家分享 今年是我入手Hobonichi的第一年 那请各位前辈们 如果有什么可以多多跟我分享的话呢 我非常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 当你进入首帐的世界的时候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Facebook那边加入很多的社群网站 如果你是在B站看到我的影片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那个微博上面呢 找到很多的团体 跟你说在我们的世界 资讯就是就是强者 你有很多资讯 你才可以买到很棒的东西 像我因为没有做好功课 我就不知道原来你买一整套的 里面的那一本是小熊的图案 当然你也要很小心大家开箱文 因为你会无形中被推坑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过程 一些乐趣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 那谢谢大家观赏我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记得订阅我 我会做更多的文具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的文具世界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明年要开始选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